上海疫情暴露了不少明星豪宅 原来人与人之间差距这么大 第一位 刘佳玲 到处买房的刘佳玲 在上海也有好几处房产 此前刘佳玲晒做核酸时 就能看出小区十分豪华 宽阔的阳台更是将上海尽收眼底 据说这套房子最便宜要2000万 最高高达上亿 而刘佳玲在老家苏州 还有上亿的园林别墅 第二位 郭静明 有网友在上海做核酸偶遇导演郭静明 而郭静明的豪宅 就是位于上海老中心静安区 20年前郭静明以5000万购入的 三栋独立洋房 同样也是在静安区价格起码上亿 第三位 李立群 老戏骨李立群也晒出了居家日常 不少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套房子价值不菲 据说每平米房价高达15万元左右 就连最小的户型也都是170平米的 第四位 陈龙 蒙大统领在自家小区里做志愿者 可以看出小区都是独栋的三层别墅 妻子张灵芝视频中能看到内部空间很大 据说这样的房子每平米高达10万元 第五位 王林 雪衣王林在上海也坐拥江景房 王林在社交平台暴露了自家小区的内景 不少网友爬出44万一平的黄浦外滩一号院 第六位 刘更宏 刘更宏经常在家直播跳键身操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能有如此宽阔的客厅 想必整个房子的面积也十分大了 第七位 罗忠旭 罗忠旭在以前妥妥的一线明星 如今放在娱乐圈估计是18线明星了 从视频中看出罗忠旭小区也十分高级 虽然比不上市中心但也得要1500万 你觉得哪一位的豪宅最牛呢